张化献立青少年管弦乐团 即张化献立儿童弦乐团 113年度公演金色荣耀音乐会 7日下午在园林演艺厅举行 县长王惠美与民众一起欣赏动人乐团的乐章 在这几年我们都看得到他们的一个声音 包括我们健訓300 包括我们的这个集场大活动 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个演出 都非常的很有水准的 特别是今年7月还要到维也纳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难得 也是音乐界的一个盛事 那参与这样的一个这个活动 我相信对于孩子们的一个音乐的提升 那以及他们的自己的自信 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忙 那今天分别我们的儿旋跟我们青少年旋 都做出的一系列的演出 相信一定能够让参与盛会的这些来宾们 有如沐春风的感觉 彰化不怕没人才 就怕没舞台 孩子们欲将在今年7月 前往音乐之都奥地利 参加至高荣耀维也纳国际青少年音乐节 这不仅是音乐界的盛事 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期望经过这样的洗礼 让孩子们更加不一样 也让彰化走出去 让世界看到彰化的好 公益频道黄诗婷元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